接近中午用餐時間 位在高雄美術館附近 这间自助餐开始涌入人潮 自己夹菜再由老板计算价格 不过有民众购买后 网路立民投诉 夹了青菜一颗卤蛋 四小块卤鸡肉要价100元 老板说鸡肉比较贵 民众PO文写 这鸡肉吃黄金玉米长大的吗 连价格都很美術馆 网友留言高雄便当100元以上 很普遍了 也有人说光是美術馆这三个字 老板就是算你便宜了 美術馆区的脂肪 所以可能价钱会比较贵 太贵了 三样菜大概30块到40块左右 那再加一碗饭10块 了不起50到60之间 被点名前规的自助餐店 实际询问业者不愿意受访 但美術馆新社区地价高 豪宅林立消费指数相对高 鸡肉两菜这样100元 我不是觉得很高的 现在很高的 因为你订阅豪宅也不过 这边才买什么 再找美術馆附近其他自助餐业者 从照片菜色 认为100块钱的确又比较贵 这家卖的三样菜加一条 以为这样也收100元 不过也说美術馆还是有分地段 租金不同都可能影响自助餐的售价 更由于自助餐没有标价 消保官也建议还没结账前 食材没有被污染 可以取消交易 三立新闻主委达成文安高雄报告